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26号26号 1月26号你说这多快吧 这说的一月嘎嘎嘎嘎嘎 你看我这睡的这个这头发 哇这脱寻老哭了呀 1月26号 说的说的这1月26号了 你说这咋弄这玩意儿咋弄啊 时光真快呀 哎呀谁也拉不住时间哪 你觉得共产党能拉出时间吗 据说共产党内部讲话 大家要冷听 这个世界能怎么替咱呢 是吧 用时间解决一切问题 死那么多人 死那么多人咋的 又没死他们家人 外国人真的关心中国人死活吗 是不是啊 说的也对啊 是吧 也对也对 所以 时间解决问题 时间一过几周 就像中国人过去100年来 不管死多少人 最后啊 没人说谁死了 为什么死 确实 这是个大春节的 你看中国人 是吧 到处那种过年的那种喜气的气氛 烤尸体的味道 烧尸体的味道 烤尸体的味道 很烤肉的味道 交叉在一起 那种人间的啊 这种活一天 是一天 是吧 管求啥呢 是吧 这就是整个中国人的文化 这边鼻涂邋遢的 还哭的是吧 还没还没哭完呢 那边一大块肉也就放嘴里了 这边骨头就啃上了 不是人血馒头 中国人真的是 没有信仰的社会太可怕了 从昨天到今天 体制内的人 最多的人感触最深的是 就是共产党太残酷 说身边那些老干部死完以后 提都没人提 不能提 为啥不能提啊 非常简单 领导说了 这个每年冬天 都大量的老人过时 那今年有啥不同呢 只能提概念 不能提质量 也就是不能提数量 这就是共产党 是吧 不能提 不但如此 这些人的死了以后的钱呢 银行的钱呢 是吧 有些人存款于这房子的 下面明确下令 有些人的财富是归国家所有 有些银行的钱不能随便去 就这人死了 你咋死的 是病毒死 白费死 什么清立格林极端政策死 很多人想问一问什么 为什么极端清立格林政策结束 不准备好药 不做好疏导 最起码有个告知都没有 然后有大量人死亡 然后火葬场就不够用 火葬场不行了就开始乱买 乱买了有传染病 说这春天说来就来了 这传染病咋办 每年在这种情况下 在人类历史上都会遇到大量的传染病 大量的人死掉以后 这种埋火化以后 一般来讲都会有大量的其他传染病 怎么办 哎他不管 接下来灾难早上呢 那些管什么呢 钱 这些人的钱归党所有 就是抢劫犯都不会怎么干的事 他们就该怎么干 不但如此 现在要各大银行网上上报 所以说中国现在死了多少万人 官方数字每天要三千万人就医 中国一共是十几亿人 已经死了一千多万了 现在一千多万了 将近两千万人死了 三千万就医 那中国全都是感染上一到两次才可以 要几十亿次 那么感染上这些病的人 所有人谁来给治 你有治疗医疗条件 你有医药基础吗 根本没有 没有任何资源 那就等着死 死完这些人呢 就这些钱归国家水 这王八蛋的政府都有多黑暗 不但如此 现在听说中共已经说了 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就是大中国人爱忘性 过几天就都忘了 他有多邪恶兄弟姐妹们 真的是 我活到今天 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这样的对待人民 不是处奴 就对处奴也不能这样 前天我们有出来的战友说 七哥 在他们我们那个单位大院里面 他说死了人 他说就像自己家干了什么丑事一样 他说我们在院里面楼里面拉出去几个人都是晚上拉出去的 孩子说这个时候不给党添麻烦 不给单位添麻烦 然后悄悄的就把他拉到了外面就给埋了 回来以后就悄悄进来 进来之前把带的什么笑帽子笑衣都扔掉 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民族都这样 现在看人家暴露出来的金正恩 大骂习近平骂中国人 中国一千吨千吨的粮食 万吨万吨的粮食 有一个尊重中国人的吗 现在在非洲 这几天几个国家的所谓的好朋友 纷纷联络我让我出妙招 怎么向共产党要钱 是吧 然后非洲那个人给我视频说 为什么Miles哥你的胡子和我见过中国人不一样 还特别这一柳黑 我说我这一柳黑可值钱了 我告诉你 这叫丹田胡 就像那个鹰的头上那块儿 那个鹰毛一样 有意思 专门灭共的 所以说 非洲的这些人说 哎在共产党倒闭前 我们咋办钱给你弄出来 我给他们出了很多主意 我说最近共产党内部有政策 坚决打好和美国的外交战 我说你们借机就敲诈他 我说他们不是老敲诈你们吗 你们也敲诈他 就是他们这些人给你钱的时候都吃回扣 你就给他们说 你不给我 我就把这个数还有整个过程就公告 我说保证管用 结果这哥们今天早上我收到信息说 Miles你太厉害了 管用了管用了 very useful 可以 你看七哥怎么利用第三方 第四方的力量 说我 我对中国同胞这种遭遇 我非常的恼火 但是我恼火有什么用 我生气有什么用 我要行动 我们要行动 现在在非洲很多人要把HP getcoin 是吧 现在在欧洲 东欧西欧很多人想弄进去 包括我们那天大直播很多人看了 记住七个数的话 人类的现在所有的 新技术AI和AI的新的代码技术 都在废数的在发生中 但凡大家有点脑子去认真研究研究 你就会知道 这些平台 HP 鬼影配 无影配 鬼影配就是什么 你永远抓不着 无影配就是你的影子你永远抓不着 而且最重要的是跟共产党这种集权独裁斗争的工具 再加上getcoin 即时提现 只要你上线就是钱 只要你使用就是钱 然后要打通所有的合法比连接被 所谓的传统的银行的垄断的渠道 我们要全世界所谓的变态的高税收 不合理的税收和全球国与国之间的壁垒 和国与国之间所有的银行金融的恐炸敲诈 全部都打通 没有人受害 都是受力者 你像有些那些流氓国家是吧 啥求不干75的税 你有毛病啊 是不是 而且不但75的税 关键银行还敲诈你 你像加拿大土豆似的是吧 把你信用卡给你疯了 这是什么 这是多么的恐惧啊 人类的人权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私人财富要受到尊重 这已经成了敲诈的绑票工具了 那咱必须搞定它 而且合法搞定它 新中国联邦要用新的科技 新的实力 特别咱两千多个老椅子 还有现在大概一万六千个新的老椅子 还有一个大概将近九万多的G club会员 都将成为这场革命当中 你既是员工还是主人 还是科技享受者 还是工作人员 咱来一场真真正正的科技大革命 来一场真正的科技 与灭共同大革命的结合 兄弟姐妹们 什么事情不要乱问 找农场 一切答案农场主都会给你 你不加入农场 没有任何意义 加入农场 所有答案都在农场 不要问窝 清滚农场 是不是 遇到问题哪里去 请到农场去问去 不要问七哥 傻子不复了 今天就先剥一会儿 剥一会儿健身去了 哎呀今天很冷啊